据说下水道爆炸的威力如同地雷 产生的冲击波能让井盖直冲云霄 并且我们经常看到熊孩子 干出惊天动地的壮举 因为下水道里的垃圾经过发酵会生成甲烷 一旦有火星掉入管道就能引发剧烈爆炸 可井盖真的能一飞冲天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淡 留言组决定在点燃下水道之前 先进行模拟测试 吉米计划用钢管改成下水道模型 于是他将钢管切割成了两半 然后在切口面装上防爆玻璃 以便测试的时候观察内部的爆炸过程 同时为了对比甲烷爆炸的威力 他们还制作了三个小型井盖 实验时他们将在管道内冲入甲烷气体 当浓度达到9.50%关闭阀门 因为这个比例的甲烷最容易发生爆炸 然后开启风扇让甲烷与空气充分混合 此时如果打开点火装置 管道内就可能发生爆炸 首次测试他们先模拟开放状态的下水道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井里点燃了管道内的甲烷 可这时钢管就像大家放屁一样 虽然甲烷被成功引爆 但井盖却并没有被炸飞 这是因为膨胀的气体会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释放 那如果管道在密封的状态下 是不是就能实现井盖飞天的效果呢 接下来井里将端口密封了起来 这就模拟出弯管下水道被积水淹没 从而形成封闭系统的情况 而当他们再次按下引爆按钮时 三只井盖果然全部被掀飞了起来 但现实中的下水道里会堆积各种垃圾 为了让实验更加逼真 亚当随手丢进了一些金属碎片 并造成20%的管道堵塞 这样又会对甲烷的爆炸产生什么影响呢 可等他们重新进行点火时 这次的实验让两人非常惊讶 堵塞物不仅让燃烧速度变得更快 同时也会使井盖飞得更高 显然甲烷爆炸的威力是不容小觑的 但真的能让井盖一飞冲天吗 亚当和吉米决定引爆挖屎盾的下水道 但这样可能会弄丢几个井盖 于是他们只能来到了爆破试验场 并在这里挖出一条12米长的坑道 而这样的尺寸刚好相当于真实下水道的大小 然后在起重机的帮助下 他们将三段重达16吨的箱形寒洞铺设在坑道中 由于工程量巨大 他们还请来了施工队帮忙 井里为了模拟下水道堆积的杂物 他将铁丝网摆放在坑道中 随后他们盖上了下水道的水泥盖板 同时还在上面预留了三个井口 为了避免盖板被爆炸掀开的可能 他们往下水道上方覆盖了泥土 并且泥土的厚度达到了90厘米 之后吉米将三个柱铁井盖涂成显眼的颜色 而每个井盖的重量超过47公斤 如果它真的被炸飞 砸在身上估计会有一点汤 为了实验的绝对安全 他们将甲烷气罐埋在附近的土坑中 同时会用电磁阀门实现远程控制 等连接好管道与线缆之后 他们在400米外打开了注入阀门 当下水道甲烷浓度达到9.50% 吉米启动了点火开关 随着一声巨响 地面掀起巨大灰尘 而井盖也瞬间被燃烧的气体 炸飞到45米的高空 并且在6秒之后才落回地面 所以下水道爆炸的威力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往里面丢鞭炮 不然上天的可能就是你了 据说美国南北战争时期 一颗子弹击穿士兵的命根子 然后带着小蝌蚪击中女人的肚子 并成功让女人怀孕 而且还刊登在了美国医学周刊上 看似荒诞的说法难道真的不可能发生吗 为了研究子弹会不会让人怀孕 凯莉决定和留言组亲自进行验证 首先他们通过历史专家了解到 当时的士兵通常要采用单膝跪地的姿势战斗 所以被子弹穿透小腿 在击中命根子是有可能发生的 而留言中的助育神器 正是这种毛色步枪 那么以当时枪支的威力 又能否带着小蝌蚪继续击中150码外的女人呢 为此史嘉莉制作了一个固定枪支的指甲 以便实验的时候能精准射击 但由于没有志愿者贡献自己的命根子 凯莉只能用牛骨和组织替代胶 做成了一个仿真小腿 并安装在假人老兄身上来模拟倒霉的士兵 接下来他们将假人请到了试验场 将支架安装并瞄准好后 他们对枪支进行了测试 但由于当时的制造工艺相对落后 无论他们如何调整 始终都无法精准命中目标 最后在专家的调教下才顺利击中 随后亚当将假人挂在了支架上 如果子弹穿透小腿后继续飞行 通过计算子弹飞出的速度 就能确定子弹是否有足够的动能击中女孩 在专家的操作下 子弹精准穿透假人的小腿 并依然保持1000英尺的秒速继续飞行 显然这样的速度是可以再次击中150码外的女人 那她又能否带着小蝌蚪让女孩怀孕了 但关键时候凯莉表示自己不完了 其里只能用组织替代胶制 做了一个女孩的屁股模型 并且为她穿上当年女孩们常穿的短裙 亚当则在布料上释放了积攒多年的小蝌蚪 为了方便观察 还将它们染成了蓝色 然后悬挂在子弹经过的线路上 而实验时专家需要让子弹穿透布袋后击中凝胶 如果在凝胶里发现了活着的小蝌蚪 则说明子弹受孕的流言可以实现 随着一声枪响 子弹精准命中两个目标 那么它能否带着小蝌蚪留在凝胶体内呢 但通过对弹孔处组织的显微观察 它们并没有发现任何带有尾巴的东西 为了增加实验的成功率 几米将布袋与凝胶的距离缩短至50英尺 再次进行测试 但最终也没能发现任何小蝌蚪 很显然这么荒谬的流言一定是假的 那么又为什么会广为流传呢 当地人给出了完美的解释 因为它是一个美丽的故事 还有很多年轻人 最终还是子弹承担了一切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这位大姐说老公上厕所时将烟头丢进马桶 结果马桶发生爆炸 将人崩飞并失去了小弟弟 难道马桶爆炸真的有这么大的威力吗 为了验证大姐说的爆炸有没有可能发生 流言组打算亲自试一试 首先他们来到了马桶市场 左挑右选之后 终于花大价钱买下了这个味道很上头的二手马桶 但由于没人愿意失去自己的小弟弟 他们只能再拼兮兮满了一个假人 看马桶爆炸能否将它崩飞 由于假人的手指不能活动 奇米为他制作了一个可以遥控的机械手 用来模拟丢烟头的动作 而为避免出现漫天飞舞的壮观景象 两人用聚碳酸树枝材料打造了一个防爆屋 接下来他们来到专业爆破场地 将所有道具安装在合适位置 考虑到实验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他们还请来了救护人员随时待命 为了更好展现马桶的爆炸效果 本次实验将分别用不同的易燃物体挨个测试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首先进行的是人类高质量男性必被发酵 对准马桶喷完一整瓶发酵之后 仪器发出警报表示已经达到爆炸浓度 经理按下遥控释放了假人手中的烟头 但马桶没有任何动静 紧接着他们使用杀虫剂再次进行实验 然而结果还是和之前一样 烟头掉进马桶直接熄灭了 由此可见 烟头的火星无法产生足够的热量 使两种气体爆炸 那如果直接用燃烧的火柴 又能否点燃马桶里的气体发生爆炸呢 这一次吉米双管齐下 将发胶和杀虫剂全部喷在马桶里 然后释放点燃的火柴 虽然只有扑了一声 但马桶终于有了反应 随后他们拿出易燃性更高的钉丸 当火柴掉落的瞬间 随着砰的一声 马桶里冒出三英尺高的火苗 但威力远没有达到将假人炸飞的效果 眼看流言就要被终结 吉米戴上防毒面具 直接将一大罐汽油倒进马桶 然后把烟头丢了下去 只听见虚的一声 烟头居然熄灭了 亚当拿起遥控器准备用火柴再试一次 里面的汽油瞬间被点燃 但也只是燃烧 并没有达到理想中的爆炸 最多也就将屁股烤熟 为了能让马桶发生爆炸 最终两人祭出了大杀器 黑火药 他又能否将人炸飞呢 但救护人员担心黑火药威力太大 要求吉米先做个小测试 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 随后在他的裤裆下倒满一整罐黑火药 关好门后吉米按下了遥控开关 剧烈的爆炸直接将防爆屋炸飞 但假人老兄除了屁股被烧焦以外 没有任何受伤 依然以优雅的姿势坐在马桶之上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上厕所了 据说有个老六在决斗使用喷火枪对着敌人发射 而对方则拿着灭火器开始互喷 并且成功阻挡了火蛇的进攻 而此时两人相隔的距离达到了18米远 可这样的做法真能让二氧化碳与火相互抵消吗 因为普通的二氧化碳灭火器在使用时需要拔掉插销 当喷射手柄被按下的时候 里面的液态二氧化碳就会被高压空气挤出 然后变成气态的二氧化碳 从而隔绝氧气达到灭火的效果 但普通的二氧化碳灭火器究竟能喷多远呢 为此留言组首先搭建了一个测量标尺 然后亚当用常见的灭火器进行了测试 并且得到有效喷射距离为8米 这与留言中的9米距离相差不大 可有能否抵消喷火器的火焰呢 于是吉米决定制作一个简易的喷火装置 但为避免粉丝们私自组装 他只能躲在幕后进行拼接 而出于安全考虑 他们选择在消防演练场展开测试 并且在测试时会穿上防火服 当吉米手持喷火器开始发射时 亚当则拿着灭火器逐渐靠近 虽然火焰的大小比留言中小很多 但灭火器依然不能及时将它扑灭 因为它只有在近距离时才能起到作用 显然普通的灭火器 并不能在18米外与喷火器进行对抗 于是留言组决定升级实验装备 看超级灭火器能否与军用喷火器相互抗衡 亚当计划用增大灭火器尺寸的方式 获得更强推力 以便有足够的压力波延伸到9米之外 同时他还另外增加了一个高压水罐 当实验发射的时候 气化的二氧化碳就会让水雾凝结成大量冰晶 从而得到更大推力将火扑灭 而吉米则希望打造一个军用级别的喷火器 他将两个高压气罐装满了汽油 同时另外一个罐子装有惰性气体 并且它们的压力达到了上千帕 一旦按下喷射把手 高压气体就能使易燃的汽油高速喷出 而火焰的有效射程超过了20米 这几乎与留言视频中一样 为了防止吉米在实验中公报丝绸 好在亚当事先准备了一个防火玻璃罩 而且在实验前的测试中 玻璃罩能很好地保护亚当不被讨数 等到夜幕降临之后 他们开始了正式实验 在这里郑重提醒一下大家 千万不要模仿接下来的危险动作 但首次测试亚当选择了普通的二氧化碳灭火器 面对吉米强大的攻势 亚当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熊熊烈火将它完全包围 要不是防火玻璃罩的保护 估计亚当要被装进盒子里了 紧接着他用自制的超级烈火器进行了尝试 可这次又能否成功阻挡火焰的进攻吗 尽管亚当和灭火器都已经尽力了 但依然无法将火势压制在中间位置 所以用灭火器对抗火焰喷射器的做法 完全就是扯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